哈喽大家好,我是兔玩英雄训练营的导师影魔 今天给大家的是脚跃的第六节课 也是脚跃的最后一节课 脚跃节奏以及团阵打法 首先前中期我们来说一下前中期 也就是说六期之后 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我们需要不同的处理 首先是有限权和无限权两种情况 如果是无限权的话 我们一般怎么做呢 安稳发育保证血量等队友来帮 这也是敌方中单 如果一直跟我们兑现的话 那么只需要做这一点 如果敌方中单去游走的 那我们就会选择和他反向游走 这后面我们通过实战会给大家分析 为什么要这样做 首先是如果这个蓝刀 要跟我的脚跃打对线 这蓝刀如果要跟我脚跃打对线 那我就可以干嘛呢 保证好血量等队友来帮就行了 因为我已经劣势了 我肯定打不过他 我只要保证不死 看队友会不会厮守我 来帮帮我 队友来帮 那我就能 能就说能 那咸鱼能发生 队友如果不来帮 那我就只能在中心搭个咸鱼 没办法 这是如果敌方中单跟我们打对线 就你已经劣势 没有现权 别人中单还坚持跟你打对线 那就稳着 不死就行了 稳着不死 但是对吧 但这种情况 敌方会发生变数 什么叫变数呢 因为他发现 就我是蓝刀 我是优势的一方 对不对 但我杀不了 这脚跃很聪明 他不上来跟我打 他很聪明 不上来跟我打 那我这时候 我优势在中路 没有办法得以体现 那这个时候 对面中单一般会想 我要不要去游走 去扩大我的优势 那这时候 我们也需要做出应对 虽然我们没有现权 但我们也不能 在敌方中单游走的时候 坐以待毙 什么叫坐以待毙呢 就是很多敌分段 中单玩家会发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面南刀去游走了 他就在线上赖着推线 就聪明一点的会推线 不聪明一点的 有可能线都不会推 那这的话就叫坐以待毙 为什么 因为对面南刀 把这堆友杀了 你这时候啥事都不干 就让你吃线 你队友死了一个人 肯定要亏一波兵嘛 就相比你拿队友的一条命 加一波兵线 换了自己 换了自己偷偷摸摸吃的那一波兵 你的内心不惭愧吗 不愧疚吗 愧疚对不对 那我们一般 这种时候最正确的选择什么呢 反向游走 也就是说 因为你看 现在南刀去上游走了 我为什么不跟着去呢 为什么 因为我打不过他 我跟着去 很容易被他核桃拦截 但我不去又不行 为什么呢 不去队友会死 或者说不去会 有可能会丢掉一些资源 对不对 那我们这时候一般会选择怎么样呢 选择不去 不跟着 而是干嘛呢 反向游走 我们这里给大家看一看 往后跳一点 你看这里南刀 去了上路 对不对 南刀往上走了 但我说了 我是不会跟的 因为我跟 他因我一套 我必死 因为我已经裂死了 我去了就必死 所以这个时候选择什么呢 让我们上河道的虾子死 还是转换节奏 我把对面的下路弄死 那这样的话 虾子死了就不亏了 这样的话 虾子死了就不亏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反向游走这一点 这是大家在 没有献权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的一点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学员 或者低端的中单玩家 他在这个时候 都会选择把兵线推回之后 然后继续去吃 对面中医塔的镀层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你想一下 我们虾子和 虾子被敌方的中野 在上河道抓了 虽然还没死 被敌方中野 在上河道抓了 如果你这时候去吃渡城 那对面中野会干嘛 立马跑中路来再包你 那你就死掉了 而你如果选择像我这样 把兵线推完之后 去另一条路 去游走 这样的话 即使我们这个虾子死了 我们节奏 是不是孩子换回来了 拿虾子的一条命 赚取了一波兵线 以下路两个的人 就下路又是一条命 就以两条命 加一波兵线 换了一条命 是不是我们赚了 对面只能拿 杀死我们的虾子 而我不仅能 把敌方的下路杀死 而且还能赚一波兵线 不仅能赚一波兵线 还能把对面下路杀死 这应该是最正确的排序 大家一定要记住 烈士的时候 千万不要跟别人同向游走 因为你的游走过去 作用是没别人大的 你知道吧 后面这个 垂石是没死的 所以我们要讲一下 这里一定要 让大家理解一下 快点理解一下 就因为如果这时候 我站在中路 那肯定就要坐一带币 对面会把我们先锋拿掉 就是没有损失的 拿掉先锋 如果我跟他一起去游 那我会死 如果不动 就我什么事都不干 那就也会丢掉资源 所以说这个时候 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去另一条路 这就叫反向游走 敌方中单去上 你去下 但这只是我们烈士的时候选择 因为你跟着他过去 你威力没他到 而且容易死 懂吧 但如果你是优势 那就我们下面一种说法了 就是有限权 有限权该怎么做呢 有限权 那么就两种做法 这个限权的意思 我们幼儿园一下 就是说通常说法就是 我们能主动推线 就我控线和不控线 兵线的控制权在我们手里 这叫限权 兵线的控制权 就限权扩开来讲 就是兵线的控制权 因为我们是优势的那一方 所以说我们想推线就推线 想控线就控线 这是我们有限权的情况 怎么做呢 通常做法 就是先处理兵线 然后切平游走 利用去编路 捡人头的方式 让我们发育的更快 这个也是我跟很多学员说的 就是你游走 不是为了帮队友 而是为了让自己发育起来 因为你像刚才播放的那波数损 我已经0-3了 我在线上永远是不可能打得过这难道的 但是我去一下 拿着对面 这个叫啥 寒冰的一波终结 拿到600块钱 然后有可能就可以翻身了 这就是游走的一个好处 这是我们通常做法 就是先处理兵线 然后切平游走 让我们发育的更快 好 这里我们给大家看看 有限权的第一种情况 这里就是我们相应于能打得过链金的一个情况 线权的控制权 在兵线的控制权在我们这里 那么就先用技能把敌方的兵线清掉 先用技能把兵线清掉 然后开始切平 看一下敌方的上下路 哪条路有游走的机会 看敌方的血量 这时候我切平 看了一下对面下路 跟我们的下路拼起来了 而且对面下路在追 那肯定是有机会过去弄死他们的 那我们就直接提平过去 好 这里我没有提平 那直接走过去 那把这个两个人头捡起来 捡到 先cue一小兵 然后操作什么都就不说了 好吧 就把这两个人拉回来 把这两个人收掉 虽然这两个人人头都不是我的 但是我的发育仍然是加快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站在中路跟链金对线 我一辈子杀不了这个链金 但我一来到下路 就能捡到两个助攻 这已经很不错了 但两个人头肯定更好 这就是游走的好处 很多人会觉得游走是在帮队友 游走会亏自己的经验 其实不是这样的 游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更快 没有抛开弹 帮队友什么之类的 就是为了让自己发育更快 因为你对线单杀很慢 但你游走 击杀就很快 就这波我拿两个助攻 150块钱 两个150就像一个人头了 但我在中路对线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这个人头 所以说以后你们游走 很明显 怎么样区分这波该不该游 如果过去游 我能发育得更快 那我就游 如果过去会影响我的发育 我就不游 就这么简单 所以游走 就是为了让自己发育更快 这是第一种最通常的做法 最为简单的做法 但还有第二种比较高端的做法 但这种做法 对于个人的能力 需要有一点 就是说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就你必须要知道对面打野的位置 这也是我们说的 有限权的最佳做法 就是什么呢 在敌方buff刷新钱 先把兵线处理好 然后在野区草丛 蹲敌方来辅敌方打野 这是脚跃最正确的 六级之后最正确的一种玩法 就在有限权的情况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版本 不知道有没有买脚跃的课 有没有打野玩家 这个版本打野 如果你不是那种老打野玩家 你会发现你的等级 永远跟不上下 而且差别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就是中路有可能七级 你才四级 或者七级 中路七级的时候你才五级 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脚跃视角 我们七级 对面打野五级 对面中单七级 那你说杀谁更容易 我们玩游戏 不要使脑筋 不要觉得 这游戏我想carry 就一定要去打单杀 才是carry 但你想一想 往往单杀 单杀是更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跟你对位的那个人 基本上他的一个等级 是跟你一样的 还是那句话 你脚跃七级 对面中单也是七级 对面打野五级 你会选择杀谁 你非要杀那个七级的 那我觉得你是个渔夫 对不对 杀五级的人才是聪明人 为什么呢 五级的人你过去 不需要什么操作 不需要什么手段 就能把他杀了 你杀个七级的人 你还得计算他的技能cd 计算他的召唤师技能cd 计算他的伤害和我的伤害 很麻烦 但你一个七级打五级 需要算啥 什么都不用算 只要算 我的技能能不能全部命中他就行了 所以说这就是作为一个刺客玩家来说 最为正确的这种方法 在敌方buff刷新前 清好兵线去蹲敌方的打野 因为这个版本打野很近 等级很低 你去了 只要碰到他 基本上都能捡到人头 好 这是我们脚跃的第二种 有限权的第二种玩法 我们给大家看看 这里这个圆圈标记错了 这圆圈本来是标记在对面的一个红buff野区的 这里有点问题 标记应该是我当时检视频的时候弄错了一点 这个小地图标记是标记在对面的红buff野区的 也就是说告诉你们对面的红buff野区 你看有个倒三角 也就是说对面的野区马上要刷新了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提前 只要看到这个标记 那么就要开始清线了 把边线清了之后 然后去对面的红buff野区蹲敌方打野 这时候你就不要想怎么去单上 你看这个新的拉玩得非常为主 他根本就不给我距离去 QEW就连我第一套号他的距离他就不给 那我肯定就杀不了他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在敌方buff 刷新钱我做的事情 把兵线推了 用这个眼 用黄色视频眼 在敌方的这个地方先做个眼 看敌方打野有没有可能来打这个红 他来打这个红 那就把他收了 他不来打这个红就把他偷了 也是一样 你看这波上线之后 我还是一样快速的清线 我没有说要跟他打对线 直接清线 直接把兵线清了 然后往对面红buff野区去走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有两种做法 不推荐大家久蹲 如果你在这里蹲了一会儿 对面打也没来 你就最好是直接打 但这里为什么我敢直 就一过去就直接打呢 因为 注意一下刚才新的拉的久 这是游戏的理解 这就是对于个人水平的要求了 好 你看我在推这波线的时候 我把我在敌方红buff做演了 然后这个新的拉 直接往蓝buff野区方向走了 那说明什么 对面的打也在帮他中单拿蓝 对吧 对面打也在帮他中单拿蓝 所以说我这里 过去就直接把红打了 因为这个新的拉 才刚回到中路线上 然后对面的打也有可能对吧 需要等一个几十秒才会过来 为什么他有可能还要去刷一下生狼 刷一下F6 那我在他刷这里 几乎野怪的空型当中 把他直接偷了 如果是我没有看到对面中单做出这种举动 我有可能会选择在红buff里蹲一会儿 等他等他打 我再过来找他 好 这是第一个素材 然后再看一下第二个 这是我们要表达第二个素材 这是什么呢 同样也是有线权 这里我们同样也是有限 就是刚才把红buff偷完之后的一个素材 同样也是有限 我们把兵线处理好了 然后通过切瓶的方式 发现了敌方木木残血 六级残血 然后现在我们又看到了 敌方野区还有野怪 蓝buff野区有野怪 并且配合上这个木木也是残血 那你们想一下 木木下一步会干嘛 他是不是会回到他蓝buff野区刷野 是不是 那你说还是那句话 你说我是去杀对面一个满血的中单 满血跟我等级一样 九级的中单容易呢 还是这个六级半血的 或者说残血的木木容易呢 那肯定是木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直接去对面野区 找了地方木木 麻烦 我们往后看 好 看到那木木之后 就直接往对面蓝buff野区 特朗摩尔往别人蓝buff野区走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刚好碰到敌方木木 先把他的蛤蟆抢 当然惩戒了 虽然有闪戒 但是最后孩子被我杀了 这是这版本打野的现状 你要学会利用这个等级差距 多去找对面打野 你看我九级的时候 我九级角有 对面木木才多少级 六级 我九级打六级需要什么操作吗 不需要 这就是聪明的人做法 聪明的人总会想到更方便的 或者更简单的道路 去完成同样一件事情 就我想赢 我会用最简单的方法赢 我不会用复杂的方法赢 就跟你解数学体一样 对不对 有人只会一加一 加一加一一直计算 但有人就会用乘法 很快的就算出来 这些区别 好 这是角落的一个 前中期的一个玩法 有线权和没线权 没有线权 就在现场等队友和反向游走 有线权 多去对面 也去找对面打野 这是最佳做法 通常做法就是 推完线都去编路游走 然后中期的话 这里我们可以会计的说一点中期 中期的话就没什么好说的 中期就是任何一方下路一塔高破 我们就去换线去下单单 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加快我们的发育 毕竟是一个人吃一条线 在单单的过程中 同样也是多早机会配合 多早机会配合队友抓单 抢人头 加快发育速度 中期的话是 阴性的某游戏发育最快的一个阶段 所以中期的时候你不要盲目的无脑带线 好吧 就是说中期就是我们下面说的这句话 中期你要学会单带 然后在单带的同时 在下带线时 要多往中路靠 因为你中路的队友是最多的 所以说中路是最容易发生战斗的一条路 就在中期之后 多去往中路靠 积极的寻找带节奏的机会 这是我们中期作为一个角落需要做的事情 这里面我们的出装就是一个香炉流角落的一个出装 你看我推完一波线就往中路靠一靠 推完一波线就往中路靠一靠 那这时候刚好发现了一个契机 比敌方三个人落单了 落单或者抓单不仅仅是代表 那个单不是一个人 单是指我们的人只要比对面多 对面就代表落单了 你看这里我们四个对面三个 那就叫落单 那我们直接过去把它秒了 然后在配合上的话 我们的近身以及接上伤害的队友 将敌方全部带走 这就是中期 带线的同时 多去往中路靠 寻找带节奏的机会 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来说一下团战 教育的团战怎么打呢 教育的团战还是需要有一点手法的 好吧 首先我们还是强调一下 教育是一个刺客 那何为刺客呢 势机而动 不动则已动则妙人 这就是刺客的奥义 荆轲刺擒王不可能说我一上场 我就告诉你我要杀你 刺客都是躲在暗处 我不告诉你我要杀你 那偷偷摸摸在你背后捅一刀的为人 这才叫刺客 所以说我们刺客脚跃打团 具体该怎么打呢 就是首先如果没有秒人机会 那你就先不要急着进场 而是在边缘OB 你去使用Q进的Poke一下都可以 就在没有秒人机会的前提下 那我们就可以用边缘 在边缘OB一下 用Q进的打打打吹鼻 耗耗血 如果有秒人机会 或者说 敌方人群扎堆的时候 我们才能进场 好吧 没有秒人机会 不要进场 有秒人机会 或者敌方扎堆 站得非常紧的时候 只有这两种情况下 我们才需要进场 怎么样进场呢 也是一样 打团的时候 不要去用伤害最大化的连招 不要用单挑连招 而是直接更快的把自己的爆发打完 QEWR进场秒人 精神保命 后续再利用QE追击或者后退 这也是脚位的团战打法 能不能进场 主要就看敌方的人 就说站位急不急中 以及你有没有秒人机会 只有敌方站位急中 以及有秒人机会 我们才进场 除此以外 其他任何情况 我们都不要急于进场 好 就比如说这里 你看 这里我们可以进场 为什么呢 因为敌方人都站在一起了 并且上这个垂石 把我勾到了 你看 这时候我就进场 把他们所有人都秒掉了 但这一波素材 其实没有太多拉扯的画面 我们后面其他的团战素材 会有一些都拉扯的画面出生 出现 好 这是第二波素材 第二波素材 应该就算是 对刺客团战 理解最深的一波素材了 首先这里是落手在来找我 落手在找我 我们这里也是借助 Q1刷印记的一个方法 利用蛤蟆 遛了它几下 遛了这个落手几下 然后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木木 我们跟木木一起下来 我闪现下去了 因为被对面的落手勾下来了 好 这里注意一下 我闪现下去之后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的奶妈被激活了 木木发现追不到我之后 他直接反手Q了我们奶妈 大家注意一下 你看 他们在打奶妈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根本就没有急着进场 我是在边缘干嘛 一直在看着 因为我这时候进去 是没有办法秒人的 敌方的人三个人 虽然站位集中 但是是三坨肉 我进去秒不掉人 不急 光靠我的伤害 是不可能把这三个人秒掉的 还是必须要等到我队友到 也就是说等到我左边的队友到 我这时候才能进场 这时候敌方扎堆了 你看我这时候才进的场 将敌方所有人秒掉 有秒人机会你才能进场 你看每次我脚跃进去 都是秒 进去就能秒人 对不对 没有说哪波我进去之后 秒不掉人我还进去的 这个时候为什么要 你扎堆 对面扎堆的手 或者秒人手 你才能进场的原因 即使这个奶妈 就是说真的 这奶妈即使死了 我也不会去救她 如果我想赢游戏 即使她死我也不会进去 我必须要等到队友到 或者说对面 这个后排站位失误 就比如说这个叫啥 对面的一个辛德拉 站位失误了 你看辛德拉 站位没有失误之前 辛德拉在这里 没有失误之前 我仅仅是用Q技能 poke了敌方的前排一下 刚好这辛德拉 站位失误 站到这个 有月光效果的 落手旁边时 我们就直接 一到落手 用R技能把他拉回来 直接给他秒掉了 懂不懂 这就是刺客 不动则已 动则秒人 秒不要人 你就不要进去 秒不要人 你进去就是挨打的 本身刺客一般都不入 再来看一下 第三个团权素材 也是一样的 好 这波也是一波拉扯 非常明显的一个素材 首先是对面 落手落单 我们先用QEW 打了一套落手 把落头打跑了 好 这里也是一样 然后对面 做了个眼 女警把眼排掉之后 看 正面 你看 我们正面打得这么急 但我脚也没有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我视野范围里 我们刚才看到 小炮在小龙坑 那小炮在小龙坑 有可能随时跳上来 跟我们女警单挑 或者从这边走过来 我这里在干嘛呢 等小炮 好 我们发现了小炮 小炮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才开始 动手直接QEWR 把小炮秒掉了 这是我们说的 动则 不动则已 动则秒人 你不要都把 一上 对我打 你就急忙的 就一上去 那对面的 关键的位置都没出来 或者脆笔都没出来 你进去秒不了人的情况 就是你被秒 因为刺客自己同样也脆 好 这波也是一样的 这是第四波团队说啥 我们也是给大家看看 这里宝石 对面宝石开大 所有人在追着我们能砍 好 这时候对面人炸堆了 直接一回去 一个 把他们抢目秒掉 配合上皇子的完美大招 这些完美团队 不是演出来的 而是你有心机预谋出来的 对吧 这都是有预谋打出来的 不是说你看 如果这里对面 刚开始追我们的 那一刻 我就直接Q一进去 那不会有这种 这么好的拉人机会 就大招把面全部拉到的机会 不会有 你看我这个时候进场 拉不到多少人的 而且我进场会被秒 为什么 因为对面宝石大招开了 而是我很心机的 在他们自以为是有无敌状态 疯狂追的时候 我先Q了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我这里先Q了一下 我们Q了一下 这个Q是干嘛的 把印记留在这里了 因为等他们无敌结束 他们无敌 就他们的无敌快结束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会选择后退 所以说我们在那无敌 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就先Q了一下 然后无敌一结束 立马一而进去 全秒了 这就是细节 好 这是我们脚越的一个团队打法 好吧 不动则已 不敬则已 敬则秒人 有秒人机会进场 有秒人机会 或者敌方人群扎堆进场 没有秒人机会 千万不要急着进场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了吧 很好记忆了吧 好 最后的话我们说一下脚越的注意事项 就脚越的大招 它是拉的人越多 伤害越高的 就你拉一个和拉三个 它是大招的伤害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 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一直来强调 为什么要在等敌方人群扎堆 并且敌方脆皮失误 能秒人的时候才要进场呢 因为敌方一旦扎堆 我们大招可以打出更高的伤害 好 这里我们也是给大家看一看 用视频给大家看看 首先看一下R一个假人的伤害 R一个假人是打的伤害是什么 多少点呢 打的伤害是601点 R一个假人 这个伤害是601点 但如果你R了四个假人 大招伤害就是1029点 多了400点伤害 这还不够夸张吗 我还是那句话 要知道一个ADC到后期 只有1600700点去 你这一个大招就打他1000 还不算你所有其他的技能 而且这还是四个人 最理想完美的团战 肯定是拉五个人 拉五个人的话 你伤害大概有1300点400点 就也就是说你一个R 加一个引然 就可以把对面ADC没有了 而且这里我征服者还没跌满 对不对 一般因为你脚跃QWR进场的时候 你这么时候肯定也跌满了 所以伤害会更高一点 这是我们脚跃要注意的 好吧 R技能尽可能在敌方能扎堆 或者能秒人的时候使用 这时候还大招伤害会更高 好 那么脚跃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用新版本 新赛季 用脚跃快快上升 毕竟这个脚跃T的日子应该不多了 也可能后面会削弱的 好吧 那么脚跃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再见